小枫 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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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妈 安姐回来了 沈安 你回来了 赶紧 赶紧坐 赶紧坐 小枫 赶紧 给安姐姐乘一趟海鲜舟 快点啊 阿姨 你们都不用忙了 坐下来吧 来 沈安 小安 你妈妈她还好吧 我们真是对不起你的一家人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对不起 阿姨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今天之所以可以回来 就是想要告诉你 过去的事情咱们谁都改变过来 我知道这些年龄带着小冬和小枫特别多 小方的爸爸到现在都想了回来 小方的爸爸到现在都想了回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情跟您和小冬小方都没有任何关系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您给的我那封信吗 我记得 信的那人 就是告诉我 还算是小方的爸爸 今天我就想问您一句话 您愿意跟我们一起找出事实的真相 沈安 我当然愿意 如果您找到小方的爸爸 我还要问他 当时为什么要逃跑 为什么不去自首 为什么把我们娘儿几个扔了这么多年 他还是个男人吗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呀 妈 但是如果我找到小方的爸爸 我会把他交给刑房 沈安 我愿意 我宁愿让他一辈子待在监狱里 也别让他成为一个 没有责任 没有担当的男人 我愿意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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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别说小偶蓝 那些都会好自来的 那些都会过来的 都会过来的 乔董 您一个电话我就过去了 您还亲自跑过来一趟 那不知道什么事啊 坐坐坐 哎 我呀 也是路过 顺便约你见见 哦 林玉玉啊 之前你曾经跟我说过 想低价收买一些 红州集团的股票 是是 山哥 我当时是太年轻 提出这样不知深浅的要求 哎呀 还好您大人有大量 没有跟我一般见识 我可是一直记着呢 哎呀 山哥 能给山哥您办事情 那是我的福气啊 您对我那么好 我不该提出这种要求的 哎 这就客气了啊 啊 付出了 就应该得到 哦 是 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跟你争取来的 呵呵呵呵 你也知道 公司的事 我一项就做 就是周彦丽 小丽莎他们在大理 是 之前跟我们合作的证券公司 其实也不错 只是我觉得 好处 干嘛让别人拿走啊 所以我就把这个项目给你争取来 哎呀 你呀 虽然是 明门医院的院长 但毕竟是大工 哎 是是是 这上面数目并不多 但是足以让你在洪州董事会里头 占有一席之位 哎呀 乔董 您这 我给您办的事 那都是小事啊 你这 你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哎呀 哎呀 行了行了 跟我就不要客气了 哎 对了 这个事啊 现在没有公开 不要让别人知道 哎 是是 我明白 爱 你饭 哎 收拾锅 收拾锅 上来回去 喂 哈喽啊 哦 哈哈 没干嘛 看那小片 怎么着小兄弟找我 我找你有点事 啊 什么事啊 嗯 这个事电话里说不清 我想跟你见面说行吗 行 你说到哪儿吧 林叔砸了一个茶盘 就是因为他的反应太过激了 所以我认为他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沈安的父亲是在 执行公务的时候被车撞死的 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你想啊 逃一十三年之久 那会没人啊 谁支撑他们 得有人给钱吧 是 你分析得有道理 但是没有证据啊 难道沈安真的是 我得过来来查这件女命杀案 复仇女报 你沈安的个性不是不可能 这件事情千万别告诉二叔啊 这儿 这儿呢 这儿呢 你不会怀疑我爸的 其实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我最近多疑的毛病 犯了吧 多疑的毛病 你干嘛了吧 真的 你就 你属于那领内多周深可 有人谈爱多这个 这儿呢 那电脑吧 我之前啊 跟小孩说过嘛 是我 买给我钱我的 他后来 他不跟人跑了呢 不过那东西 他都留下来了 留下之后 我就老看你那电脑 一看电脑我爸我就想起他来了 后来我想不行 我得把它给忘了 我就想 我把电脑卖了 你不是碰个小洞了吗 我就卖给小洞了 这缘分 缘分 缘分 不过那个价格是公道的 我可没要高价啊 价格确实是挺公道的 冒贝的问题 你女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没 没 没工作 那您呢 我呀 我以前是公女儿 后来啊我就自己下海经商 然后跑巷到老板 那具体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最近啊 再准备做物流 物流 物流 物流你们懂吗 我告诉你物流啊 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的那个货运 他看着实案的资料之后 什么话都没说就走 天宇这孩子太善良太单纯了 突然直接让他知道 被自己喜欢的人利用了 他肯定接受不了 我这事也怪我 这么重要一个资料 我怎么能落的本事 是 既然你早就知道了 为什么不跟他说呀 他那么信任你 不是 巧妮你听我跟你解释 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事特奇怪 我本来是想查询之后 我再告诉老大的 可是谁知道 这万一要是别人的圈套 那咱们不就真上当了吗 圈套 这个中国首部马云 知道吗 这个阿里巴巴 淘宝 天猫 这是个女人都知道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就是连通这个淘宝啊 天猫啊 阿里巴巴 和你们客户之间的一个四零零 有句古话叫 古有罗兰姆 今有我一种小舅子 那个我会把这个中国物流这个行业 越做越强大 将来我会去那个阿美国 这个福布斯 我上市 我要做中国首 那就预祝您美梦成真了 加油 我们再回到那台电脑上吧 其实今天找您过来 就是想知道 这台电脑到底是从哪儿得到 这沈小姐你 你真会开玩笑 我刚刚不是跟您说了吗 这是我前面有的 只不过我没他密码而已 据我所知 这台电脑是限量版的 当时销售的时候只针对大公司 所以 您是怎么得到的 您知道罗金盘鞋保护吗 什么盘 就是你卖给我的那个电脑 硬盘鞋的保护非常紧密 一般人根本得不到 所以说今天如果您说不清楚的话 也许我们就要去一次公安局了 不不不不 这 这事吧 我觉得就不用惊动警察了 这个电脑来的绝对是清白的 我可以以我妈的名义启示 这件事情真的挺可疑的 但是在事情查清楚之前 史安的嫌疑还是很大的 那我现在怎么办 你给她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吧 现在 我给她打个电话解释一下 可以 不不不 咱 咱有话好不说 这样 我把那个密码给你弄来就行了 你可以找到密码 我可以 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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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密码 这个电脑是我们家里人 唾我卖的 家里人 他抵债 抵债 但是这个人吧 他不方便出面 不方便出面 然后由我来帮他卖 但是这个密码 我一定能拿到 需要多少时间 三天 不行 时间太长了 三天 最迟三天 我一定给你们拿到密码 三天之后 如果得不到密码 就不要怪我冒钱 行 我拿密码这么容易 三天之后 我们等你的消息 好 好 这么深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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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好看 那个我 我全包都在我右手口袋里 你都在那里 别乱动 太好看 那个我上有八十老母 上有没没 哈子了 好看 饶命好看 你在跟他们说什么吗 这我没说什么 就是电脑 硬盘 密码 硬盘交出来 什么硬盘 我没有硬盘啊 你买的他们的电脑 硬盘交出来 我 他们没给我硬盘啊 我 我就负责 给他们要密码 那好好饶命好看 好看 那个人远是我的 不要碰到 离得远点 没问题 没问题好看 好看 好看 比赛带面具 对我你也带面具 我对你那么好 你就这么对我吗 你真的是在利用我吗 你真是这样的人吗 你还干什么呀 老大那天你准资料 你别叫我老大 我不是你老大 你是老大 你的能耐太大了 自作主张 私自扣我的快递 你隐瞒我 欺骗我 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 你还要说什么呀 你要自由 你要自作主张 是吗 我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很生气 你要自由是吧 我给你 你走吧 走吧 说 说 你要说什么 说 说 给你机会 说 那 那你保重啊 我 creo 柯安 来 张先生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今天过来是 楼上有个电脑 密码解不开了 让我过来看看 对啊 你是密码研究所的专家 这么巧 不如一起吃个饭吧 不好意思 我已经吃过了 那好吧 要不然这样吧 我请你喝咖啡 正好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 好啊 荣幸之志 走啊 要坐你车还是我车 没关系 坐我车吧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没事 喂 怎么了 你在哪儿 我在外面有事呢 我在外面有事呢 我要见你 现在 马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在外面有事 我等一下回给你 我有急事 我真的有急事 我要见你 现在 你在哪儿 快告诉我 什么急事啊 你能不能不犯上爷脾气啊 行了 我先挂了 喂 喂 你 喂 喂 不管了 是上次那个失措的朋友吧 上次的事情还没有跟你说对不起呢 你千万别介意 他这个人就是爱开玩笑 没关系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他应该喜欢你 没有 你 你千万别误会 其实不难看出来 他对你很在意 像沈小姐这么漂亮大方的女孩子 很多人追 是很正常的 实际上你是在说我吗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我哪有你说得那么好啊 你远远的比我说的 要好得多 张先生 是这样的 我今天找您过来呢 是有一个密码的问题想要请教你 好的 你说吧 麦克 这次红州定向增划股票啊 你拿去给富特公司做敌啊 我想他们这次应该不会拒绝了 没想到啊 乔总手里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好东西我倒是不缺 不过 期限 和利器 你得好好的跟他们协商一下 好的 先说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袁大夫 对 如果强行进入 一旦想贷了电脑里的资料 那就得不少事了 明白 不过我可以帮你试一试 虽然说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 但是 恢复个七八成还是可以的 真的假的 我天哪 那就太谢谢你了 这样张先生 我以咖啡代酒敬你了 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的那台电脑呢 是二种的 所以他也不知道你吗 太诚了 嗨 嗨 他们见我了吧 喂 你怎么来了 你说呢 我找了你很多个地方 我找了你很多个地方 你知道吗 原来你在这儿 不好意思 我先进去一下 哎 你怎么告诉你 你中心已经答应了 什么都不用跟我解释 我全看见了 看见什么 我耽误你了 不好意思 我耽误你在外面谈大事 我耽误你谈恋爱了 对吗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知道我看见什么了 需要解释吗 不是 你知道我们在聊什么 我不知道 我眼睛已经看见了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闭嘴 你干什么 不好意思 张先生 他明明就这样你能带来 没事 你想干吗 明白了 明白什么 明白什么 我知道我很多个人 沈安 你利用我没问题 我愿意让你利用我 但是你如果喜欢上别人 你听我说完 你告诉我就行 你能承受得去 你给我一个过程好吗 不用骗我 骗子 就这样 谢谢 谢谢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爱就像蓝色的杯壳 在沙灿聆听风的熟弄 我接见你就是为了解释风转 为了要把你所有的丑闻的音乐 我接见你就是为了解释风转 全部都发过你 你不要讲不说一声 你为什么 难怪谁没喜欢你 沈安可能真的是为了 调查老师 调查红桌才跟着接近的 你如果没有想过 如果他真的说过 你会怎么办 白宇啊 大小姐希望你 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这一用了 你喜欢过我 你也先把我胸口 却装不想你给的温柔 Oh my dream of the sea I miss you Oh my love of the sea I need you 若不爱是我 我那么信任你 你们自由是吧 我给你 你走吧 东西都这么好的吗 怎么样 这样啊 等会儿呢 你就在这儿看着 好 遇到后边 好 遇到有人来了呢 就学猫叫 好 嗯 这 这算了 学狗叫 好 好 好 这 这是什么破地儿啊 这样 先学狗叫 再学猫叫 好 好 好 得试 好 好 走 慢慢的 慢慢的 来 注意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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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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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咱们家没什么值钱东西 咱不许准 妈 让我给他转 儿子 什么听话不听话 赶紧 这快回去 快看 还丢了什么没有 对呀 小冬 这儿落了花 快点 等下吧 小冬呢 你给我把人家东西吗 咱们家没什么值钱东西 我认识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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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 我的 安静 我们家借小偷了 小偷 有没有丢什么东西啊 我的设计图不见了 行 我知道了 别太担心了啊 我马上就回去 拜 行 我这么紧了 别走 这么晚了不回来吃饭 也不打个招呼 你想饿死我呀 我今天办成了一件大事 庆祝了一下 什么大事 快说 我把韩晓风的设计图 给偷来了 从哪儿偷的 给我留 混蛋 我怎么养着你这么一个畜生 你又闯大祸了 没人看见你吗 我都说了一千次了 看到我人他还没生 怎么说话呢 能不能有点教育啊 你说你偷那个破图纸 干什么用啊 我能有什么用呢 还不是你那准儿媳妇上偷的 你说我敢不偷吗 你不偷看我 你不偷看我 行了 这事就当着没发生 谁也别说 谢谢小老爷的 沈哥 早点歇着吧 谢谢小老爷的 走吧 怎么样了 要不是我妈拦着 我哥就抓住那个贼了 到时候还让他跑 焦东 你没事吧 没事 安洁 不行 我还是要去找一下杨队 那安洁 我陪你去吧 你在家好好待着 陪着你妈妈跟小方 那我走了 安洁 安洁 都这么晚了 要不给天远哥打电话 让他陪你去吧 干吗要给他打电话 我不用他陪 我自己就可以 你们俩在家小心点啊 走了 那安洁 你小心点啊 天远啊 黎叔 怎么 喝大了 我没有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大嫂嫂了 我死了 嫂嫂里边疼了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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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给我搬策划 我搬着老子 天远啊 事后不早了 赶紧回来吧 见马俑 赶紧把你送回来 有什么话呀 咱们明天早上再说 好吗 那 哎 不行 那 这个马俑啊 敢让你喝成这样 看我怎么收拾他 妈 被我派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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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回家 我 我回不去 别说 我再说 我再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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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让 司机接我呢 嗯 好 我等会儿派司机去接你 好 你让那个我 半个司机来救我 嗯 哎 快点 好 你的意思是说 硬盘被人替换了 是的 可能性被长到 可能性 到底换 还是没换 搞明白了没有 不想我应该是被换了 应该 应该是被换了 应该的事多了 你到底有准没准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 你上次说 硬盘拿到手里了 里面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现在又说硬盘被给替换了 现在又说硬盘被给替换了 你到底有准没准 你到底怎么办的事 你到底怎么办的事 我告诉你丁军啊 硬盘你这东西非常重要 不管怎么说 你想办法给我拿到 硬盘里面的内容 如果让外人知道 你我我们都会死得很难看 这个宋淑涛和陈静 真是太狡猾了 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上回你让那个宋淑涛 搞什么博彩网站 让陈静帮他转钱 我们怎么可能弄得 这父辈受敌受人要挟 是是是 我 我确实是 应该再想个仔细一点就好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得赶紧想办法补救 丁军 你给我听好了 不管那个硬盘出现什么情况 你得想办法给我拿到 拿到 拿到 你想什么呢你 听见没有 叫你赶紧拿到 我再试试吧 那就赶紧快去做吧 李叔 早 早啊 来汇报工作呢 怎么了 这一脸的痛苦 出事了 还不是因为那个电脑的事 天哪儿 天哪儿 我怎么了 哥妈 叔叔 那天那台电脑 就没有人动过 我跟 李叔 一杯咖啡谢谢 好好好 两两两杯 马上来 马上来啊 你走了以后 那个房间我就把它给锁上了 就锁上了 天台过来开的门 你忘了吗 我保护得很好 你跟我爸说吧 把我说出去 嘘 小点说 我怎么可能 说就说吧 反正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最好 值得越多死得越快 山姐 山姐啊 居然还有人跟我抢生意 那不是太岁头上凳土 光二爷面前耍了刀啊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好看吗 一个字 漂亮 那是两个字 哎 子曾经约过呀 说这人靠衣装 美靠化妆 我的美怎么会是靠化妆呢 化妆 只是略加秀神而已吧 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词 叫素颜 裸妆 山姐像您这种天生丽质的 那不化妆的也是迷倒一片 我不用迷倒一片 我只要迷倒一个就够了 接手的这一个 老爸 小 老爷 哎 怎么样很难受吗 满血复活 谢谢 咖啡呢 先喝点茶 快喝 对不起 妈 让你们担心了 以后别喝那么多酒了 发誓再也不喝了 告诉我 到底谁惹你生气了 让你喝成那个呀 你告诉我 我就收拾他 没有 谁也没找我 我就是工作压力大 然后找这个方式发泄一下 结果没控制好 喝大了 压力 也是好事 年轻人吧 有压力就有动力 别像那个丁俊似的 成天麻磨叨叨的 也没看出来他干什么了 丁俊 刚刚他来找过您是吧 好像 您是把他给他骂了 我骂他了 你说这个丁俊 办事笨不笨 原来是我的师傅电脑里头 有元代码 现在又告诉我大开 什么都没有 然后再说再去找 你说这个笨蛋 我能不骂他吗 元代码 很重要的 黄州游戏 全凭那个元代码 你说重要不重要 行了 没吃早餐吧 去 给他动早餐 不 不 不用了 我 去公司 你现在就走啊 你没有驾照 我叫马勇送你去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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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绿色出现了 好 拜拜 注意点 去哪儿 硬盘里的东西非常重要 不管怎么说 你想办法跟我拿到 硬盘里的东西 如果让乔丽莎拿到 我们都会死得很难看 哎 丁总监 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看你闷闷不乐的 是谁惹我们丁大总监了 哎 相对 你丢了什么东西吗 前几天你急急忙忙的 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是硬盘吗 硬盘 硬盘 什 什么硬盘 就是我们相撞那次 哎 好像就在这儿 你手里抱了什么东西了 哦 那是乔丽莎 让我为她冲喜的 参赛选手照片 怎么了 丁总监 你丢了什么东西吗 爸 没有没有 我电脑硬盘坏了 想换一个 因为相当有不用的硬盘呢 堂堂技术部的大总监 像我一个不懂电脑的 要什么硬盘 你真是奇葩 这样吧 历天我向乔丽莎申请一下 为你采购一批怎么样 不用 不用 你现在可是九州熬游的大功臣呢 你需要什么 乔丽莎都会满足你的 哪里哪里 我师父宋总监 才是真正的功臣呢 我就是一个无名小卒 那就不麻烦你了 我就想办法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